畫面中可以看到百年征績迎賓列車 緩緩開進阿里山林鐵駐山車站 象徵歷經三年的改建工程後 駐山車站即將恢復啟用 鄒族的長老以及頭目們 也在20號搭乘列車 來到啟用典禮現場 為車站的營運祈福 同時邀請來自來籍部落的 鄒族古堯隊現場 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可以讓台灣發光發亮 然後可以讓更多的觀光客來台灣 帶動整個的鐵道觀光發展 駐山車站是全台海拔最高的車站 2020年10月起 為了提升營運品質進行整修 歷經三年車站將在21號恢復停靠 駐山縣單程車票 也將恢復原價150元 車站改建後更創下無比第一記錄 包括是第一座鑽石及綠建築高山車站 也是第一座有蓄水功能的月台車站等等 盼望能夠成為阿里山的新地標 民主 大眾向下坡望能夠成為